前首相纳吉出席全球华人经济和科技峰会竟然招来了 对马哈迪和李金友的杀身之祸 纳吉因为李金友疑似不满他受邀为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而曝光了李金友与马哈迪曾经持有金马皇宫酒店和Flogit有限公司持股名单 马哈迪和李金友可能会就滥用权力条款受到反贪会的调查 也是世界华人经济论坛论坛创始人丹斯里李金友 在纳吉出席活动后昨日发表声明 只邀请纳吉开幕的新版世界华人经济论坛与他无关 并只让已被定罪及正在等待上诉结果 纳吉参与该活动也让人尴尬 同时全球华人经济和科技峰会GCET也发文稿澄清 该峰会与世界华人经济论坛毫无瓜葛并无任何贯联 这两项活动是由两个独立且不同的个体举行的 纳吉今日在面子书回应李金友的言论时 以不点名方式指马哈迪在李金友的金马皇宫酒店和Flogit有限公司持股 并张贴公司注册委员会文件的股东与董事名单为正 当中马哈迪在金马皇宫酒店持有100万份股 是继李金友后该酒店的第二大股东 而他也是除了李金友与另一名人士之外 Flogit有限公司的董事之一 这位商业大亨的女儿 也和爷爷iTalk指马哈迪的孙子 担任纪录片M4 Malaysia联合指导 一位巫统部落克莫哈 莫亚兴Sahrin Motiazin也分享了这份股份名单 并写道 一旦收到投报 马哈迪和李金友可能会就权力条款 受到反贪会的调查 他说 众所周知 金马皇宫酒店开发项目 是于1998年至1999年 为了亚太经合组织 峰会筹备而进行的无招标和赠地项目 批准这一切的是首相敦马哈迪医生 而知道这一点的人 是当时的财政部长安华伊布拉辛 用前双膝背膝价值 数百万零级的土地建造金马皇宫酒店 华人得到土地 得到金钱 有必要调查一下批准的人 在22年后 突然出现在该项目中的股份和利益 这难道不是违反反贪会法令吗 洪灾导致灾民遇难 部长表现糟糕 玻璃市周宗教司莫哈默阿斯里敦促内阁部长 停止在社交媒体上演戏作秀的行为 他说 部长们应该专注于他们自己的本分 即管理好工作 特别是当该国面临洪水等灾害时 我们向部长们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认为他们不需要做一些非职份内的工作 部长的工作是安排和管理确保国家事务 包括洪水 例如 如何妥善管理洪水救援工作和控制局势 这都是部长的职责 他们不需要抬起床铺 和毯子或清洁他们 当他们做这些事情时 就变成了表演 事情永远不会结束 还成了媒体的一个笑话 如此一来 对国家不利 莫哈默阿兹里 今天在一个短视频中 进行了上述对话 他认为 这种情况 如果任其发展 将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莫哈默阿兹里的言论相信 是针对多名政治领袖 在巡视水灾灾区后 所引起的争议 这些部长 都遭网民批评 围在演戏 阿兹里说 部长到灾区巡视 亲眼看看现场的灾情 以便做出 更准确和更好的安排 这并无不妥 但是 当部长到来灾事时 人民也应该 被告知 不要让部长做 不适当的工作 例如搬运救灾物资 和进行清洗工作等 因为这样的要求 形同鼓励部长去演戏 这并不是他的工作 你应该告诉他们 YB 我们需要这些东西 然后由部长去做决定 因为他们管理 国家的财政主政府 决策机关及政府机构 这才是他们的工作 我们已经搞错了 他们部长的职责 部长在哪里 快来清洗 部长于是 就引起戏来 成了卡通人物 我建议 纠正这样的情况 大马民主联合阵线 MU的主席塞沙迪 遭网名指他 私吞赈灾善款 赛沙迪今天 在脸书发文 博弑了网友诺阿尼 占关于他挪用 三万令吉 赈灾资金的言论 并要求后者 在今天下午三点前 公开向大马民主 联合阵线 和他道歉 他说 自己对理财 一向很认真 对每一笔支出 都仔细计算 更重要的是 涉及到人民捐赠的 救灾资金 诺阿尼战的帖子 是诽谤 这是企图破坏大马 民主联合阵线 帮助受害者的努力 他指责我滥用 和挪用三万 令吉 救灾资金 这显然是一种诽谤 和虚假陈述 他指出 各种物资的预估价格 可以从他购买 赈灾物资的笔记中 看出 例如 一条毯子的估价 是20令吉 一张床铺的估价 是150令吉 当他在甘榜登亚 国小疏散中心时 他还计算出 总共有144名受害者 需要帮助 所以你需要购买 每个援助物品的 144份 这些物品的总价值 是75000令吉 他指出 大马民主联合阵线 在抗洪任务中的 每一笔交易和开支 都有记录 同时 会进行审核 所有收据 都会存当 所有购买 也会被记录下来 我对这起事件 是认真的 大马民主联合阵线 从第一天起 就一直在帮助洪水灾民 如果诺阿尼 站有疑问 可以先询问 我也有开设 水灾任务指挥中心 诺阿尼站可以来查看 我们的每一项记录 诺阿尼站 在正面内 我这次批诺阿尼站 我们的每一项记录 都会好好地